你好 我是美珍 我国国会下议院将在下个星期一9月13号复会 这也是我国新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宣誓就任后 第一次召开的国会会议 而首相在即将来临的国会下议院会议 会否通过首相新任动议一直备受瞩目 不过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旺朱乃的确表示 国家元首已经预准 首相不需要在国会提呈新任动议 这是否意味着首相信任动议 铁定不会在来临的国会会议中提成的呢 第十四届第四季第一次国会会议 将在来临的9月13号开始召开 直到10月12号结束 由于国家元首早前已经预令新首相上任后 必须尽快在国会下议院提成信任动议 证明本身获得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 因此自从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获得114名国会议员支持 被委认为我国的第九任首相后 反对党领袖也纷纷认为 首相应该面对信任动议投票 尽管首相没有明确表示 会否在国会下议院证明他所获得的支持 但是总检察长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 日前却发文告表示 首相和新内阁是遵照联邦宪法而组成的 因此不应该质疑首相的合法性 同时强调如果先首相的合法性 需要经过国家元首以外的人士来检验 意味着无视宪法 给予国家元首的权利 总检察长的这番言论 因此遭到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批评 另一方面 公正党班底谷议员法米 昨天也公开所收到的国会会议议程表 他表示内容涵盖国会议员的提问及所提成的动议 但是会议流程并没有纳入首相信任动议 随后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斯里·望朱乃迪表示 国家元首已经预准首相不需要在国会下议院 进行信任动议 以证明他获得多数议员支持 他也强调114名支持首相的国会议员 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立场 随着国会会议复会进入倒数 谁将会成为新一任的下议院副议长 也成了一个大焦点 由于巫统最高理事纳杜斯里·阿沙利纳 辞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职位后 因此来临的国会下议院会议 将委任一名新的副议长 目前国会已经接获三名人选被提名 另一方面 虽然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督·莫哈莫拉西 已经驳回撤换议长拿督·阿兹·哈哈伦职务的动议 但是后者是否延续议长职务也受到了关注 拿督斯里·望朱乃迪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曾表示 自从武统边加兰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沙利纳 在八月底辞去副议长职务 导致副议长职位出现悬空后 国会便接获三名被提名的人选 这三人当中 两名来自希望联盟 另一人则来自国阵巫统 另一方面 国会下议院议长拿督·阿兹·哈哈伦 证实收到撤换议长动议的申请 不过他交由副议长拿督·莫哈莫拉西处理 后者基于撤换议长动议不符合议会常规 因此已经驳回有关的动议 无论如何阿兹·哈哈伦是否继续议长职务 将由先首相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决定 进入了9月份 我国的官病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 并没有大幅度下降 因此在这即将召开长达17天的国会会议中 220名民选的大议士应该要先团结一致 为应对疫情寻求解决方案 倘若还是出现国会闹翻天的局面 这不但无助抗议 同时呐喊得再卖力地协助人民度过难关 复苏国家经济口号也只能沦为空谈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继续留守险 适合 请继续留守险 请继续留守险 请继续留守险